為了鼓勵水利會員的子女奮發向學 水利會特別針對成績進步的學生 依照程度的大小來給予不同的獎勵 這樣雖然不是優秀的學生也能受到鼓舞 經過水利會的審查 今年度教育獎助金 有分大專院校、高中職跟國中組 共112位學生受獎 而不同其他優秀獎學金 水利會是專門針對成績進步的學生 來給予鼓勵 是喔 發 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每年再翻譯 因為做產人畢竟在經濟上比較不一樣 就是父母一定要打拼 沒有什麼時間來指導和教育 他的孩子來託説 這些同學 尤其農家主帝 他們是要幫忙爸爸媽媽做產 看頭看尾 所以在託説 不可以跟同學的孩子全心來託説 所以我們在想說 如果這些孩子有心託説 有進步時 父母還不可以直接 下去重視時 那麼水利會 既然就是農民的水利會 我們是不是替農民 我們的肺炎 代表這個身份 來鼓勵他們的準備 而受獎的學生表示 這筆獎金會好好運用 除了交給父母親跟存起來 也會用來犒賞自己 繼續加油 可以存下來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水利會還算不錯就對了 三千塊給媽媽 然後兩千塊就是留給自己生活用 然後五千塊存起來 一部分存起來 一部分就是會 空拍的話一般 靠賞自己 水利會表示 頒獎除了是鼓勵 也侵勉學生未來要回饋社會 參與更多公益事業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